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 邀请您一同加入 硬料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 硬料华尔街 那今天这个行情呢 稍微是小涨小跌 那我想来到这个地方 指数过高之后 震荡拉回 那连续两天都回 那今天出现一个小红KBOB 那你说这个地方是做M头 还是说只是整理往后再攻 那你要看一下整个美国股市的一个走势 对不对 美股 拉斯达克 你可以看到 他是长这个样子 毫无悬念 对吧 他是继续往上攻 所以你说台北股市这边要做M头 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合理啦 只是说现在来讲的话 为什么这两天这两个KK棒会出现 就是为什么这里 拉的电子舞歌 AI题材太激情了 他已经激情到我管你有没有这个AI 你只要有稍微的连带关系三角关系 他都给你说AI 因为资金已经疯了嘛 都在找说有关的 因为会涨的就是那几档 那其他没有的 原本不会涨的他就是没有嘛 那现在你硬扯上关系之后呢 股价有飙啊 但是飙不远 所以飙不远情况之下 有人就想要先跑 先跑呢他就会把整个气氛给打乱嘛 所以昨天我在节目上我跟各位讲说 AI你接下来要分两个区块 一个是真的有AI伺服器的 另外一个是沾到边的 沾到边的他走不久 对不对 我这两天一直在跟各位讲这个概念 像3231的伪创我一直说 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他分盘交易嘛 所以现在看起来也还好啦 所以他这边目前看起来感觉还没走完 这边会回正常 可是回完之后有机会再上 他是有机会再上的 你看广达就知道了 广达其实在 尾创在关的这几天里面 他是有创近期新高价 所以你纯AI伺服器有关的 我讲这个题材 他会继续的延伸 包括你今天你这个休息嘛 所以他涨到什么 涨到一些散热有关的股票 像3338的泰塑 有没有 就上去了 因为泰塑这一波来讲 你比起这种3483的励志 这个怎么样 属于比较落后嘛 所以他今天怎么样 有一种补涨的一个概念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AI伺服器相关的题材 他还在盘面上持续 但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你张到边的 比如说像什么2352的加斯达 对不对 2353的 宏基 4938的 合作这个就不太行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原本就没有什么伺服器的题材嘛 那现在因为苏之锋来台湾你硬扯说 跟他有关系 他的确跟他拜访 有去拜访 那拜访之后股价怎么样 股价是往下的 对不对 那宏基呢 在这个苏之锋来台前他也去蹭嘛 就说他要准备发 超微的这个显卡 对吧 那股价来讲的话他也是下来 这种就是说 沾到边的 他不强 他不够强 为什么 因为 纯的 这些股票在休息了嘛 所以更何况你沾到边呢 沾到边就是 硬买上去的嘛 硬买上去就是主力 拉一拉 然后呢 偏偏赏户投资朋友就下来了 那这种就走不远 所以现阶段来讲 你要分区分好 哪个是纯AI有关的 哪个是 跟这个 跟这个沾到边 只是沾到边而已的话 你还是要做一些区分嘛 对不对 你不区分的话那就很容易怎么样 就会买到 这种股票 就说 有上去 你如果买低档都还好啦 有赚钱都还好 如果 如果你是 这个 买在高点的 对吧 那你就怎么样 就成为冤大头嘛 对不对 那你就会 你就会 你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我说 现阶段这个地方 你还是要稍微区分一下 哪些是 比较安全的股票 哪些是比较 危险的股票 如果你没有 没有去做一个 详细的去做产业分析的话 你就很容易乱买嘛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各位 希望你要 就说从这整个产业面去做延伸 那自然来会有机会 好 那我跟各位讲说 声帽 音乐达都喷了 那这一档是还没涨到的AI 有没有 那请大家扫描就对了 好那今天有没有涨 来各位今天他有没有涨 他今天有创进行高架 这是哪一档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2436的尾全店 尾全店 在风扇的部分 他有控制晶片 所以呢 你说AI伺服器要不要散热 要散热嘛 对不对那风扇的部分呢 好 那这里面来讲的话 相关的控制晶片 就是找他 你要了解到说 AI晶片 AI伺服器有一些是用水冷的 或者是这些东西 但是 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子 有一些功率比较低的 他也是需要什么 大量的 控制风扇的晶片 所以今天尾全店呢 他就有一点在补涨往上变高 今天盘中有新高价 那我觉得 后续来看的话 他本业的部分也会开始慢慢的转强 在整个NB的销售数量来看的话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慢慢上来了 然后另外呢 在这整个Type-C的部分 苹果的新手机 现在的全部都要换Type-C 所以Type-C有关的股票 其实昨天的创委就已经有点在 变高的感觉 有没有注意到 他准备要走这个苹果体 昨天创委大涨 那今天没有继续大涨 但他有办法持续的维持住 那我觉得 随着苹果的手机的发表 我想 Type-C有关的股票 这边呢 因为都没有涨到 这可能随时又会涨上来 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Type-C有关的 那如果Type-C涨上来的话呢 那可能这个也会上来嘛 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是Type-C的嘛 所以 现阶段来讲的话 还有很多的产业族群 他是有机会的 那我尽量请大家就说 主流是AI没有错 但是要从AI里面再去延伸出 他有其他题材的 这种 多重题材的 他保障比较大 对不对 就像我在低档 我跟各位讲的声貌 他有低轨道卫星 他有什么 他也有AI相关的嘛 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跟各位讲的时候 很多人也不相信 有没有 那你们都是要等到报纸爆出来之后 才要去买高 那就很容易形成套牢 对不对 那你买低档的 这边上来有没有赚钱 我想会员朋友 你跟着抠讯做的 我想你都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这一波的声貌 也是让你轻轻松松大赚 你不敢追尾算没有关系嘛 你敢追你就追他 你不敢追我讲你就追 你就什么 低档去买他 这当时7月7要跟各位讲的 好 那现在的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感觉起来已经有人怎么样 冯高先调一趟了嘛 那你还进来接 那不就成了冤大头吗 是不是 所以我讲的就是怎么样 尽量去找低档要上来的 比较安全的股票 这样子做呢 我觉得比较安全 不见得会买到全场最标的股票 全场最标股票他一定是怎么样 就是 涨了好 会一直涨一直涨 那一种就是你低档没有买到 你就是要勇敢去追嘛 追到了 他后面如果继续涨那恭喜你 那如果说你追的那天是刚好是最高点的话 那可能后面呢 你就会又卡住了嘛 自己又卡住了嘛 所以说尽量去找什么 找低档安全的 就像当时 这个伪创廣达在涨的时候 我讲的 一些相关概念股也会涨嘛 当时很多人看到3693的银帮 就一路涨上来 从100涨到200 200涨到300 300涨到400 对不对 尤其在200涨到300过程里面你很兴奋 那我讲了你不敢追的我们注意什么 90几块的情城 对不对 5月25也没有太久了 现在也7月25号不到嘛 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你看他情城 有没有 就是一路涨 然后呢6月27号拉回我再送各位一次 对不对 到今天你会发现 情城的股价呢 还在试图的要往上做走高 那我讲了这个价差已经拉很大了 就随他去震吧 就如同1519的华晨一样 有没有 这边的跌停 因为1513的中心电带下来 我讲这样股票我们没有嘛 老板 下来呢这个有些官司传声嘛 那听说这20级要被没收嘛 所以影响EPS 对不对 那股价就下来了 但是我讲了我们 整个重店的部分 我们就找什么 最有机会的嘛 那我想今年也看得很清楚啦 重店里面最强的就是情城 毫无悬念的就是情城 因为他后面这一段 还有什么 还有美国电力基础建设的题材 那这种股票我讲了 你加上已经拉那么开了 所以你这边一根跌停或两根跌停 甚至三根跌停 你都不有太大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你就不用理他 好不好 你就放到什么 放到 这整个 美国的相关的这个 电力 建设 各大媒体又在疯狂报导的时候 那股价又出现高档 不要爆大量的时候 那时候再来考虑要不要撤 那现在没有的话 我跟各位讲 就怎么样 你就不用管他了 好不好 就不用管他 你就设一个 一个停力点 下来 破了就卖掉 没有破就继续爆 他搞不好就越赚越多 这就比较属于一个 大波段的一个做法 那我想 有买到的这些会员朋友 其实你现在也不会看我其他抗讯了 就爆了就好了嘛 对不对 也不用想说冲来冲去的 就那么简单 就跟他拼一把了 搞不好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他就是有这样的条件 因为现在有人已经喊到什么 喊到了300 400 500的我都听过 但我们不用去管这些 就是按照我们的纪律规划在做就好了 好不好 那秦成呢 现在也是一样嘛 他也是这样的概念 对不对 这个你就设一个停力点的下限 没有破之前你就不要理他 就让他继续走就好了 那秦成有办法继续走 就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真的有跟AI 纯AI有关的 纯AI有关的 他不会有 太大的一个问题 包括明天3013的成名店 他要怎么样 他要解禁了嘛 那目前看起来好这个已经有人在就就在卡位了 因为你在跟这个3693真的真的有这个AI伺服器即可的 银帮 821的情城 然后呢再就是3013的成名店 这三个我觉得比较纯一点 好 那银帮的已经多少 银帮已经 400块 400块 对不对 然后呢821的情城200块 所以呢 这个感觉起来就有人在要把他继续往上搞的感觉 懂我意思吗 所以 饥渴的部分 我想 这边来讲的话 这也没有什么悬念啦 你就怎么样 继续喔 看着他继续长大吧 就只能这样子 好不好 但是你说现在要不要再去买 我讲的这边风险比较大 我刚讲他随时有可能会高档就出现连续好几个铁艇 难免或是急速拉回 所以这里你再去买他的风险绝对比较大 所以我在分析华城 我在分析 情城这个过程里面 我一直跟各位 告诉一个大家观念 你现在才加入的 现在才跟着我做的 我不会再带你去追这种高档的 已经涨很多的股票 因为 会涨到哪里 市场没有人说的准 因为他随时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 拉回 那个拉回有可能是真的拉回 有的时候是 稍微甩一下他再上 甩一下再上 有时候他可能真的会出现大量拉回 所以如果你买的不够低 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个高档的耐震抵抗的话 你现在去买 你很容易就赔到钱 为什么因为你买下去他搞不好没有创新高 他是往下走的 那你就很容易就杀低 可是他这个杀低他可能甩轿而已他又上去 对不对 那你又觉得说不舒服 又想把他追回来 就一追回来你可能又跳在高点 他会给你再来回几次 你就不敢买了 但是你买够低了你随便他怎么晃 因为他趋势晃晃晃又上去了 他晃晃晃又上去了 那就不要管他了 懂我意思吗 晃晃晃晃又上去了 就不要管他了 好 那你现在来的呢 要注意什么 我讲了就去买比较安全的低档后面补涨的 那我也不是喊喊口号而已 有没有我实际做给你看 在7月12号 我跟各位讲 就是这一两个礼拜的事情嘛 我跟各位讲说手机号码有五六的 来 我买什么买音业达 对不对 那音业达有没有涨上来 音业达 你看到了 这个地方开始呢 也开始慢慢涨上来 7月12号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然后开始垫高 垫高之后今天又开始回 那我讲了嘛 回 那你就 我们就设一个停地点 没有跌破这个之前 你就抱着就好了 你让他去震 没有关系 你要卖一档可以 也要卖一档可以 像调节一些部位也可以 但是你要赚更多 我讲要点耐心 对不对 因为目前看起来 他并没有完全的 失控嘛 那还有机会 因为现在已经分盘了 所以量绝对出不来 现在不是说分盘他就已经挂掉 像这个分盘之后呢 他是越走越高嘛 对不对 所以有好有坏啦 有好有坏 至少就是说我先让一些当充客 不要那么一直在那边乱冲 像伪创也是 那你说伪创涨完了没有 我目前看起来 目前里面的筹码 以及我所了解到 现在有买进的这些 好几千张的这个大户的心态上来看的话 我目前所得到的讯息来讲的话 好像都是 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就是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波动 代表他们应该还是持续看好的 所以 如果未来伪创 伪创部分 有机会再攻的话 我想有一些AI有关的股票 他一样 会开始持续做一个表态 那这些里面你就要去分 有一些可能要准备涨最后一段了 那你这会追下去就很危险 那有一些是低档 他上来的那整理过后 要开始另外一段的话 那这个可能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尽量去找什么 找接下来有机会再攻的 那除了AI之外 我跟各位讲 你要看看别的东西嘛 对不对 别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 是慢慢开始上来的 我昨天我跟各位讲了 在苹果的部分 苹果现在出所谓的这个堆叠电池 堆叠电池 我讲了一般的电池 我们现在手机电池 它用卷的方式 把它卷起来 所以它体积就比较大一点 对不对 但你说这个电力强不强 电力稍微没有那么强 所以你现在用一些苹果手机 尤其是接下来苹果手机的运算速度 越来越快 它的耗电性可能会更强 所以苹果要必须在电池上做个改革 那堆叠电池其实 这个不是什么很新很新的技术 其实前几天就有 只是说现在应用的很少 但如果说苹果也加入应用的话 我想各个各家的厂商 都会开始提高这个规格 那这个规格一提高的情况之下 相关的零组件的材料 它的需求量就上来了 所以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后面 在进入到8月之后 有一些东西会开始慢慢发酵 因为你进入到8月之后 苹果的这个新机 iPad也好手机也好 对不对 这开始慢慢的 后面的一些力道就会开始出来 所以跨入到新的月份之后 我想市场要炒作题材 它一定会做一些转变 像今天有一些AI出现比较大的震荡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些这个军工概念股又开始转强了 对不对 因为今天最大的力度就是雷虎 雷虎在经济部的部分又传出一些好消息 所以这个雷虎一涨的情况之下 他要把什么 把保一等这些军工概念股又炒起来了 那军工又起来的情况之下 你会发现有一些 跟探权有关的 对不对 探权交易所也要准备挂牌了嘛 像今天的中华化 这些股票又开始起来了 对不对 然后1905的华城 这些股票又开始起来了 就代表说 其实 资金随时standby好 他准备好 他现在没有要退的意思 他这边赚了之后 他在等等什么 等下一轮的这个题材炒作 所以 现在这个盘面上我个人认为 不是说只有AI会涨 你AI要再掀起高潮 注意蓝蓝股票就对了 3231的伪创 创新高 那我跟你讲说AI概念股 可能当天会超级兴奋一下 2382广达 创新高 大涨创高 那这个可能就会带一下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 2301的光宝科 现在有拉回哦 这种拉回你要注意 这种拉回你不买 后面等到你伪创 等到广达又创高的时候 要去追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 目前的光宝科大概在140附近 140附近来讲的话 其实呢 你说贵吗 也不算贵 只要 这三长股票我个人认为 只要有休息过后 在休息过程里面 整个主力大户并没有出场 然后呢这个量也没有失控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拉回过程里面 你都可以做个留意 那 他整理过后他可能会 再度的 拉一根长虹或是两根长虹上去 那一定会有一些空间 可以让各位来做个掌握 那我想再拉回过程里面 这些股票这三长股票 其他我不敢讲啦 但是像333的伪创 2382的广达 2301的这个光宝科 我讲了 如果要动的话 因为他们比较纯哦 这个比较纯的AI伺服器 这个市场一定后面会封起来 所以这些股票我觉得后面 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如果你不想买那么高的位阶的股票的话 你想要稍微低一点的 就像 我在最近跟各位讲的这个声帽 有办法从低档上来 对不对 像2356的音业达 像这种从低档上来的股票的话 我想尽量去掌握 比较没有涨到的 那2425的成绩我个人认为 还有机会再上 因为成绩这一波 前面是涨比较多没错 但是他这边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整理嘛 对不对 那整理之后这边再突破 他是有机会表态的 而且最近来讲的话 板卡有关的股票 你看像汉迅 这有在继续涨 对不对 2376的这个技嘉 技嘉最近呢也是在开始慢慢墊高嘛 如果技嘉 可以涨到300多块 那我觉得这样股票呢 应该也是相对委屈 毕竟呢 不论是徽达也好 不论是超微也好 或者是英特尔也好 他们都要中国大陆的市场 所以中国的AI伺服器市场是 这一些大头们都想要的 那你现在就要注意说 在整个通路布局上 谁是比较完整的 他大陆有子公司嘛 他的大陆子公司专门就在做AI伺服器的 那怎么可能 不太反应呢 如果这个都有办法去做反应的话 对不对 那我觉得在这家公司的部分呢 他后面迟早 还要再往上去做反应嘛 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对不对 我们事后再来做印证 好不好 那这些股票呢 位阶来讲也慢慢开始垫高上来了 你想要更低一点的话 那我讲你注意这档7月尾禁网 好不好 这个尾禁会很强 今天已经20号了 20号剩美几个交易日 那我希望各位在最后这几个7月交易日里面 去掌握到接下来最有机会的股票 AI之后 我刚刚讲的很多AI的股票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盘面上有一些不是AI的股票 最近也开始上来 只是你没有注意到而已 我讲的眼睛 你要稍微看一下这整个盘面的一些变化 今天在这边在涨的时候呢 他不只是AI嘛 你包括你像 COAS的星云 星云是不是也上来了 对不对 星云也慢慢垫高了 所以代表有其他的这个族群 有在动 对吧 3044的见准 3044的见顶 也上来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像这个宝衣啊 商阳工业啊 这些股票呢 有开始慢慢上来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资金可能 对于之前 一些比较热门的体材 他可能会回过头来再炒一次 所以这时候你要去注意 因为很多AI已经喷到 接近尾声 我就说那种脏到边的 所以资金现在会外移到哪里 一定是移到 接下来比较有机会会涨的 其他的热门题材 所以这一档 我今天已经看到有些买盘 有进来做卡位的味道 这一档今天要特别注意 你要抢在大户前面做卡位 很多时候 你可以买的比较早一点 像深茂你可以买早一点嘛 对不对 这都是你很多人看不出他未来走势的时候 我送给大家股票 2356音乐达也是嘛 但很多人还没注意到的时候给你的股票 那是不是有喷出去 所以这一档也是一样 什么股票接下来会跟音乐达一样 涨这一段 7月的违禁王 好不好 好好把握住这一档股票 抢在大户前面做卡位 这一档打电话进来先让你知道 把电话拨通这一档股票送给各位 好 员现02 8511 3366 顶夜投顾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 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业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 零耳85113366 85113366 顶业投顾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络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分享成功的经验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 是令人很兴奋 欢迎再回到节目现场 各位今天这个行情呢 你会发现其实资金慢慢开始 对有一些沾到边的 这个AI就不感兴趣了 所以他会去买什么 买一些 之前比较热门的 但是有整理过的股票 那可能接下来的这个题材要再炒一次 所以7月的伪禁王 到底什么题材会从7月底这个地方 会开始延伸到8月 这是后面 你要去做思考的 那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我先帮各位掌握这档股票 好不好 这个位阶来讲的话 你绝对敢买啦 因为这个你买不下去的嘛 这我在怎么讲 讲到未来多好你也不敢买啦 对这个我再跟你讲未来会涨到多少你也不太敢买 所以呢 注意什么 注意 有整理过的 题材准备要再来一次的 7月伪禁王 好不好 这档不用拆 把电话拨通 这档我带你卡位在大户前做买进 就像什么 就像 3305的神帽一样 后面你给大户去拉 2356的音乐达一样 后面 你给大户去拉 对不对 这两档都是最近我跟各位讲 后面低档有机会上来的股票 那还有没有 绝对还有 这一档 给你带回去 把电话拨通 7月伪禁王直接 送给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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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